历史上,许多官员的仕途都有跌宕起伏,最终难逃一死,然而偶尔也会有人,通过个性与手段,在权力的边缘试探,最终获得难得的善终,李渭就是这样一个传奇式的官场奇才,他拥有远见着实,又时时刻刻紧记自己的初心,在风云变幻的朝堂上,他能够驾驭权力,终成不实之才,我们不妨细细品读他的官场之路, 也许能够从中获得些许人生的启示,讲历史故事,误人生智慧,欢迎关注繁华五千年,清朝时期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相比都听说过李渭这好人物,李渭的官宦之路,可以说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了,由于他独特的做官方式,和为人处事风格,又使得他的仕途十分顺畅,官场上的平步青云,足以成为一个人骄傲的资本,巅峰时期的李渭官至直立总督, 在京大臣也得李让他三分,再加上有雍正作为直接后盾,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了,李经三代,他的结局最终也是得以善终,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清朝,可是不多见的雍正王朝,一直有着总督三杰的说法,分别就是李渭,田文靖和鄂尔泰,其中最为民间称颂的还要当属李渭, 李渭出身于当时的富裕之家,少年时读书不济,但他却是志在仕途,想要造福民众,干出一番事业来,李渭仕途的第一站,就是在云南,起初只是一个四品的小官员, 而且也不是通过正规考试得来的官职,而是通过家里捐送物资封的官,说得通俗易懂些,就是买卖的官,这样官职自然是没有什么实权,至于升迁,也是难于登天,因为所处官职清闲,他就经常做完自己的本职工作后, 去衙门,替衙门的官员们处理各种大小事物,到处帮衬着,他做事认真负责,不管什么差事都能做到事无巨细,从此处就可以看出他是实干家的前置,人生逆转,就这样,他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随后他便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只要你是千里马,那么总会有赏识你的伯乐出现,显然印亲王就作为他的伯乐出现了, 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命运,就在一次衙门的审案中,李卫当时也参加了审判,罪犯是一个王府的官员,因为杀了人被捕,碍于这个罪犯的身份,刑部的大人已有思虑。 准备从轻处罚,这时李卫跳出来说,义正言辞地说,不管他是何人,一定要秉公执法,当时的印亲王就注意到了李卫,发现他虽身处低位,却还能挺身而出,从公道出发审视案件,这等勇气与正义感也是令人钦佩,也是至此,用亲王便记住了李卫这号人物。 朕念卿在暗城时,挺身支持法纪,甚属不易。 李卫跪地听命,心中激动无比,原来赏识他的是新登基的雍正皇帝,在暗箭审理中敢于坚持正义,这给了雍正极大的启发,一个四品小官能秉公执法。 作为皇帝的他,更应该做到心存天下,秉公无私,倾可愿孝立朕,共谋盛世,臣愿尽心竭力,以此效忠陛下。 李卫激动之余,也明白这是上天给他翻身的机会。 李卫出身名门,本就志在为国为民,现在终于可以一展宏图了。 雍正看到李卫秉公执法,见义勇为的精神,开始了解这个小小四品官有不凡的政治报复与办事才能。 一个君主若想要推行新政,就需要这样忠诚而有能力的官员作为助力。 而对李卫来说,这无疑是人生的转折点。 通过一己之力改变君主对他的看法,李卫也意识到,只要自己言行一致,勇于坚持,就一定能打开人生新局面。 然而,之所以能这么快被雍正重用,也是因为李卫这个人很对雍正的胃口。 雍正也需要这样能够干实事,且有能力的人去辅佐他,帮他实现新政。 雍正为了进一步考察李卫的能力,也是抛给了他当时朝政中最棘手的难题,那就是云南的严正问题。 云南那边离京城过远,且社会形势复杂,言作为当时最重要的通货,自然也是难以经营。 走私猖獗,再加上官员与之同流合污,百姓是苦不堪言。 李卫自接手了这样的残局之后,就开始为此绞尽脑汁,力图改变云南严正的局面。 恰好李卫最擅长的就是征集集司,用集司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再好不过了。 于是问题很快就得到了好转。 治理有方,由于解决了云南严正的问题,李卫更加得到了雍正的信任,能力也被大大的肯定了。 雍正三年的时候,李卫就被调到浙江去了,担任浙江巡抚,这时的李卫也逐渐拥有了实权。 有了实权的李卫也树立起了围观的风格。 对于贪官污吏,他是迎头直上,丝毫不畏惧权贵,改重罚的就重罚,改罢处的就罢处,大清律法面前人人平等。 正是由于他这样的围观品性,受到了百姓的爱戴,雍正在位期间大抓反腐畅脸。 但是要真正把这项工作落实到每一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许多地方上的官员,因为距离京城未知远,对此也是并不买账,依旧是我行我素,在自己所处的地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雍正对此也是大为头疼,毕竟要把全天下都要尽收在自己的眼皮之下,有谈何容易。 他需要的就是能够帮他,分担这些忧愁的人才,做这项工作不仅要办事能力强,最重要的一点是始终要忠心于他,万不可以全谋私。 这时候他想到了李渭,于是他任命李渭为浙江总督,全权治理浙江,当时的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百姓生活富足,因此民间青楼享乐之风也是大为盛行。 李渭看到此等情况,决定出手整治一番,他最初想的是直接关闭青楼,但实行不久后他就发现此法行不通,青楼经济也在纳税之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同时也是因为青楼之风盛行,才让更多富商巨股汇集于此。 由此可见,的确是直接关闭青楼,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得重新想个两全之法。 于是他通过深入实地调查,再加上头脑灵活,最终想出来一个好点子,那就是将青楼进行制度化管理,这在当时可是创新之举。 由于先前没有案例,他对此也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地方官员听了也是将信将疑,对此举充满不解,但由于此刻的李渭是浙江的一把手。 可以说是位高权重,这项制度也是很快就实行开来了。 这样一来,青楼风格大变,变成了只卖艺的场所,又为了保证青楼能够持续运营。 他还让老百姓和地方小官员都要去那里听信,此刻的青楼也是有名无实,不再是原先的风流之地,同时有了强迫的政策,人流量比起之前也是只增不减。 如此看来,此等推陈出心之策在当时的确是一个两权之法,在保证当地经济的基础上成功治理了民俗风气。 由此也不难看出李渭是个治理友方的好官。 处理完青楼的问题,李渭还干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开放浙江的海禁。 浙江在当时的清朝版图中所处之地极为重要,要是能在此处开通商运。 那么经济一定会更加繁荣,于是李渭就向雍正直言尽见了,直接说明开海的重要性,一切都是为国为民出发,合情合理。 雍正最终被他的大义所动容,允许浙江开海,于是浙江在他的管理之下更加繁荣昌盛了。 校长有道,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大有作为,李渭在打击盗匪一事上也是不遗余力,当时的浙江盗匪猖獗,弄得许多做生意的商人心惊胆战。 盗匪之所以能够这么猖獗,也是因为当地高官关系走得很近,碍于这份背景,当地小官员也是难以出手整治。 李渭对此却是毫无顾忌,毅然决然地向皇帝禀报,请求直接治那些大高官的罪,雍正健传递上来的折子属实。 于是直接给予了他足够的权力,让他去罢免那些犯罪的大官员。 李渭是何人,官至此处,他已然是嚣张气艳燃到了最盛处,坐视雷厉风行,除了直属与雍正,其他谁都不放在眼里。 只要是妨碍治安和危害社会的人,他统统一视同仁,管他是什么背景,照样治理不悟。 李渭在职期间,他的嚣张是有目共睹的,弹劾那些犯了错,别人又不敢惹的官员。 治理那些别人都不敢插手的事件,丝毫不遮掩自己的锋芒,官当成这样,可以说是十分自异了。 得以善终。 到了后来,乾隆上尉,乾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免前朝的官员。 但李渭却是依然受到乾隆的重用,这在当时可是一件稀奇的事,能够继续重用李渭,可见李渭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李渭死后,乾隆也是下旨厚葬了他,并把他送回了家乡,让他得以夜落归根在当时的朝廷。 一个大官员能有如此善终也是实属难得了,李渭这一生也是可谓传奇了。 那到底是什么支撑李渭能够如此嚣张呢? 一来就是性格使然,他一向是如此桀骜不逊,二来他也是为了皇帝做事,皇帝就是怕他最大的后盾,单凭这点就足以让他无惧无畏。 最后,他的出发点也是为国为民,心中有大意,那必然也是正气里然。